布隆阁交集 拜见叶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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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叶青天 北境天王 屡战屡胜 功继之伪 冠绝一世 今奉国旨之命 特此授予龙王令一枚令 加分为晴天战神 恭贺战神 恭贺战神 这是你七年前上战场时交管的物品 我一直替你保管 如今你功成名就 举国旨安 是时候 回家看看 七年了 也不知孟王过得怎样 七年 七年你救救我 七年 七年你救救我 孟王 你在哪儿 孟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你救救我 我说我查不到你在哪儿 多热打电话的 他不要过来 查清信号来源 启禀大神 这皇帝号是从江州到来的 北极 回江州 你被送到黄殿 那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让我黄殿的这拨兄弟们 得到身体上的满足 你要是不愿意 那他就是你的下场 谁先来呀 我先来 继续 你认为你现在还有选择的选择 我呆过 死也不可 背叛 他真是个忠烈的女人 既然配呀 我先去判断你 那我就满足了 哼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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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了 我 不得了 我 好痛好痛好痛 这才刚刚开始 刚才我听你的答案 冒死听从 再给你一次机会 想让我 没马几天 你杀了他 你杀了他 谁给你点胆子 敢动我的女人 你是谁 站住 你死个发现一步 我杀了你 我让你驾驻我听了没 对不起孟娃 我来放了 拦住他 上 天一位精灵 杀 杀 都该死 请求你放我 我愿意奉上 我们店所有的财富 你看 其中我的女人 杀你一万次 都能来卸分 别别别别 我让你收下 千刀万把这兄弟给 骗我 夫人的伤 我自己来吧 你立刻调查一下 有消息 立刻告诉 是 我已奉这三年不碰一书 但为了你 我愿意破解 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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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清楚 小公主在一家黑诊所 什么 小公主被人卖到了黑诊所 他们要对小公主身上的器官进行分解 这帮畜生 另外 我们还得到消息 小公主的器官会在辉煌酒店的拍卖会上 进行标价售卖 他们竟敢把我那儿当成商品监卖 一个小时候 还会往酒店见 不然你这个江州组东 就不要当了 帮我找工作室 苏姐 敢来这里都是 他们毁灭了吗 安安在那 安安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小见证 我算了 否则 我姐夫回来的时候 就死了 而且整个赵家都会跟着完蛋 赵少 这家伙脑子会不会是被你打坏了 那整个江省 谁不知道这小子的姐夫 这个抛家妻子 你那个废物姐夫能弄死我赵陈锋 他陈锋 再说呢 他消失了七年 整整七年 说不定早死在那儿了 那啥 把他双腿给我打断 给我出去 我看谁敢动他 我看谁敢动他 姐夫 叶兄姐 你还活着呢 我要是死吧 谁来杀你这头 杀我 就 就凭我 那我看看 你拿什么手 姐夫 他们手里 我姐已经被他们卖到黑市了 他的脸是个伤 谁打的 我打的 妻子 也是你卖的 没错 苏梦把这个臭表的不给赔我 那我就把他卖了 不可惜啊 我应该找人 把他抬死 快把我 这一巴掌 这一巴掌 是替你结婚了 这一巴掌 是替孟玛还的 这一巴掌 是替我女儿还的 我是我珍宝的女儿 竟被你这个畜生 将她的身体分解 找商品售卖 我是在拍卖你女儿的器官 你们怕什么 你我赵家承认你们怕什么 那我先来吧 怕得引起 要 把她双手切开 扳起来手感应该不错 俩手我要了 比如说 小孩的血撞羊 把她的血放干净 我要了 她的心脏 我要了 叶青天 心眼看着自己女儿 被拍卖出的滋味 如何呀 找死 无能狂怒 叶青天 如果你想买货 也可以参业 恐怕你没有这个钱 去赔你女儿的命 哈哈哈哈 姐夫 想杀我是吗 别忘了 女儿还在我手上 老师 时间是不随时刻 你开始 叶青天 现在只要我一句话 你女儿 马上就会变成一句尸体 我女儿要是少了一个头发 我看你们整个赵家陪葬 还最硬呢 动手 老师 你们从哪里开始撞她呢 叶青天 你先把这手箭中眼睛给我拔出来 不要出来啊 不要 这才是废物还用的样子 叶青天 还不喜欢这样 姐夫 你快快找我跪一下呀 你活给这种人家下跪 姐夫 你不跪的话 他们会杀了安安的 我只给你算的 三 三 二 一 好 你有种 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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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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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叶青天 你不是很有笔吗 还不是我让你跪下 你做你乖乖的给我跪下 我这一跪 跪得不是你 是我女儿 我爱战沙场 死情外地 守护魔头安静 你想到到头来 居然让我自己的女儿 落在了你们这把网随手里 受尽了欺负 这是 亲爱的 什么在这说什么胡话呢 叶青天 你以为你是郭主高特务的 青天战神吗 我就是青天战神 你是 也必和青天战神相提并论 他要是青天战神 那我就是天王老子啊 哈哈哈哈 怎么回事 西湖居住 骑饼天王 小公主已经救起来 列仙人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击醒 你这攻杂死 准备承受滚跑的怒火吧 成功大人 如大人怎么来了 当作一学生 外界却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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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拜见青年战神 真的是青年战神 他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青年战神 薛总组你是不是告诉我吗 老师 耳朵敢对战神不敬 战神大人这帮子老鼠该怎么处置 所有参与拍卖的人手牙入肩 处于死刑 他 我错了 不要杀我 我不要死 从你对我女儿期担心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 很惨 我也要让你尝证 谁找金盾的死伟 最后一道 要你的命 我 我能杀完 要杀了吗 众家 不会放过你的 就让他们来找我好了 好 彻查死事 若然 我彻底的知 战神大人 这件事情已经查过了 将一群远 翻满着黑石的人士 说 苏家的大方章子 苏卓 苏家自己人都要充满 这个苏卓的良心是被你吃了吗 对了 战神大人 还有一事 今天是苏家家主苏卷云 其实是罪的收贞 他要在收贞上 李苏博 为新任总裁 他的孙女差点被人害死 还有心过瘦 李学震 从我命令 让苏家旗下所有产业全部停业监团 要让这个人弄起的大事 我安宁 是 诸位 诸位 这几年 我们苏家的生意 那是蒸蒸日上啊 多亏了 诸位的大力支持啊 来 我苏卯在此 敬大家一杯 来来来来 干干干干 另外呢 借此机会 我宣布一件事 这是我的孙儿苏卓 从现在开始 接任我 任苏氏集团总裁 二卓少爷 人品俱佳 又是苏家的继承人 由他来接替苏氏集团总裁一职 我无异 这两年 公司在阿卓少爷的带领下 蒸蒸日上 公司上下 不忍不服 阿卓少爷的确是总裁的最佳人选 那大家对苏卓 那大家对苏卓认知总裁一事 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不同意 这件事情 我不同意 别冲动 就闭嘴 二媳妇似乎有话有说 我当然有话要说 给公司跑业务 拉单子 说的嘛 帮公司盈利的也是我女儿 而她呢 滥堵成性 欠下一屁股滥仗 最后 还得让我女儿帮她还仗 这样的仁仗 她有什么资格担任 公司动态 阿卓没资格 你女儿就有资格了 别忘 七年前 你女儿嫁给叶晴天这个废物 让家族遭受大荣 按照族规 应该把你女儿 读出书家 最后 还是阿卓提起 还把你女儿留下的 你女儿帮公司做事 那是应该的 至于阿卓的人比赔多活 轮不到你这个女人 在这说三道色 老爷子 你也太骗他了吧 别说了 爸 我问你家对阿卓 接替总裁质问 没有意义 爸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兽 老师说 今天可是爷爷的七十岁到时候 就准备一个过程 你是没把爷爷的兽礼当回事呢 爸 我 嗯 爷爷 知道您爱和他 这把子杀 是我专门买下来 送给您到寿宁的 这把国造型精妙 看成上品了 废话 这可是出自飞云大师之手的 防护子杀胡子杀 千万 阿卓少爷真是大手笔啊 不像某些人 好事有心啦 爹爹 您跳过了 咱们入心 好入心入心 哈哈哈 大哥 这儿这儿的位置不是给您的位置 那我们坐上 老公 去跟门口的口 你太够分了 不想做可以滚啊 你们大房真是好大的威风 晴天 这个废物 怎么又回来了 这死人 一个败坏家风 废物 还有脸 给我回来 滚出去 苏珊 我跟你们大房的仗 败坏在死 听闻 今日是苏家家族 七十大寿 我特意为苏家家族 为了一份寿宿 一副破字 也敢拿出的丢人信 有眼不失珍宝 这是当代书上 黄大师真迹 什么 黄大师的真迹 黄大师的真迹 那可是价值连成有价 无事真狗 还是你这种废物能得到 这副子 肯定是赝品 他竟然敢拿赝品 轰到苏家族 他真是没把苏家族 放在盐里啊 爷爷 快把这废物赶出去 省得一会儿碍事 是不是赝品 我打开仔细看一看 都知道了 小卓 把这副子打开 是你 那真是黄大师的真迹啊 这好像是黄大师的真迹 不假 可是这个中字 是什么意思 还能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 给你送中 老东西 我来给你送中 这个混账 你好大大大 这个中老爷子 去找死 你这个混 混上中心 你把我女儿太惨不住了 你还把那老爷子说的 人家扶到 你快点 别老爷子 可逗道歉 你找死 别连你我没家人 爸 爸 你们的女儿和孙女 差点被他们害死 你知不知道 什么 叶经历 你又在这胡说什么 孟晚带着安安在江北看病 怎么可能被人害死 爸 你真是糊涂 好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但你们总应该相信他吧 妈 阿姐 哎你不是在江北去找你姐了吗 我姐 没有去江北 而是被他 拜托黑市 你姐要给你让治病 我好心给他介绍医生 现在 你却反过来诬陷 真的老素都没提及是吗 今天你要是拿不出人证据 就打断你的口腿 把你从这爬出去啊 要证据是 我有 有证据是吗 我有 战士大人 这件事情已经查过了 将你娶女 烦满的黑市的人士 说 是俗教的大方丈子 俗卓 凭一段录音就想诬陷我 这件事我已经让薛震查清楚 是不是诬陷 心里清楚 答答 竟然敢知乎总督的明慧 问战中间 你以为你是谁啊 也配指挥总督大人 乱三给我滚出去 不然 我把你阻住苏家 苏家如此忘恩负义 不待一半 但在我走之前 这件事情要给你讲清楚 这费务 又要搞什么妖娃子 热情天 那不是你该上的地方 给我哭笑的 苏家害我妻女之事 我必追究到底 便在你们是梦晚七月份上 给你一次唱 若是不能让我满意 你们苏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七天 你好的他胆子 竟然敢威胁我们苏家 是不是威胁 你很快就会救 记住啊 你们的时间只有七天 大少爷 大少爷 不好了 集团 集下所有的公司被查封了 什么 大少爷 不好了 集团 集下所有的公司被查封了 什么原因 查清楚了吗 工商会的人说是刑部下令的 还 还说咱们苏家得罪了一位大人物 大人物 什么样的大人 连行部都要记得 小冬 快去查 你醒了 晴天 晴天 正是你吗 孟晚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任何欺负了 可是 我记得 我不是贝勒 是姐夫他救了 姐夫他可是战 真的是你救了我 我有朋友在执法队任职 我得知你被绑架了 我就委托他们把你救了出来 原来是这样 对了 安安 有人要卖安安的机关 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 你放心 安安我已经救回了 就在隔壁病房休息了 快带我去见他 好 我可怜的孙女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呢 什么样的声音 安安出事了 安这么小 这个猪肉怎么掐的一手 你怎么 刚才有个蒙面人 突然就吵极了 给安安出事了一场 你怎么 啊 啊 啊 他们究竟 有我可怜的女儿做什么呀 今天 告诉我 女儿他 他被注射了什么 致爱 一毒 啊 孟晚 我的孩子还这么小 有什么事他可以冲我来 他怎么舍得就这么小一个孩子下手 孟晚 先别难过 有我在 安安不会出事的 今天 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安安 我之前救着过这样的病人 安安体内病毒 我有办法给他清除感情 这是真的吗 相信我 至于对安安下死守的人 我定会让他潮进这世界上最残酷的生法 把他潮进这世界上最残酷的生法 爸妈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安安交给我 这前天 我告诉你 安安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 孟晚 你也先回去休息吧 小姐 照顾一下安安 我去找针 好的姐 青龙伙伏 先生 出什么事了 有人闯入医院 给我女儿注射了致癌病毒 半小时之内查不出幕后主使 就给我捧回地道 我 我不是让你抓卡安安吗 你站的门口干什么 没救助 谁在买是咱妈找一个医生 我拦不住 谁让你们进来的 没看到我们正在救人吗 赶紧滚出去救人 我看你分明想害死我女儿 我滚出去 我滚出去 还有酒 这 这是天爵十二针 陈教授 天爵十二针是什么 自来一界绝学 当今世上 只有一人党 让我自觉去 难道说 他是 他他他他他醒了 要把身体 大人是我 把他回来了 不论问了 这天底下 可以这种人 所以 晚非陈兴峰快捡一顿 什么 他是一顿 外面一顿 防财晚辈多有冒犯 还请你一尊恕罪 你们的初衷是好的 也是为了救我女儿 都起来吧 谢一尊 谢一尊 现在我女儿已经没事了 但是我的身份还是不能抱 你们知道该怎么办 明白 医生 我女儿他 怎么样了 苏小姐 您放心 你女儿体能的治癌病毒 已经被彻底清除掉了 真的吗 陈医生 您不是说 治癌病毒 是无法彻底清除的吗 是啊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一切 还要多亏夜向上提供的一只特效药 不然的话 以我们医院的医疗条件 肯定是无力亏天了 晴天 谢谢你 为什么 我说都没事吧 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给小公主注射 最爱病毒的幕后注尸 是赵家 赵家杀手 活脱 事情办的怎么样 办口了 老爷 好 陈匂的死 都是苏家的那个废物追血一致干 他薛震我得罪过气 把杀了他 还是戳戳有余 老爷 您的意思是说 把夜情天干掉 不急 我捏死他 犹如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但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易的死去 老爷 那您的意思是 他不是很在意他的女儿吗 他不是爱举报 你好 我就先杀了他女儿再杀了他的妻子 我让他慢慢举报 姐 喂 是吗 怎么了 叶情天的女儿没死 到底怎么回事 医院朋友刚来电话 说叶情天不知道从哪里搞个特效药 叫他女儿起点病毒 车体清除了 废物 都他们是废物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不能采用那个心扎中 你就给我去死 是是老爷 你们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是什么人 敢擅闯我赵家 老爷 他就是叶情天 我赵家戒备森严 你是如何闯进来 那帮垃圾 可瞒不住我 好 既然你送上门找死 你省了我不少麻烦 骆徒 弄手 是老爷 骆徒 叶情天 你不得杀我儿 还敢赞我赵家四亿杀人 你知道我赵家 那你没有办法吗 看样子 赵家还有点 赵家徐一位何彩 他就是你们的地位 太让我失望 下达龙王岭 赵家全部出口 今夜 血洗赵家 这金龙号的声音 所有人听令 火速前进 战龙军全体龙卫听令 是 你高密 不飙 要掐大院 我赵亲戚 是 哈哈哈 你口气不行 你不过是被苏家赶出去的一个废物坠绪吧 往前下达龙王岭 血洗我赵家 现在 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 我留你一条全是 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 接下来 我要让整个赵家血流成河 小子 你真的好慌啊 可惜 赵家大院高手如云 一句话就像傻瓜所有的 简直是痴心妄想 能不能傻瓜 你马上就回去 动手 叶青天 我现在没心事陪你演戏 给我拿下他 这 这不可能 按照您的恨复 赵家外面 您全部被侮辱 战龙军正在清早调言 我也很清早完毕 那边清早完毕 都起来吧 这个是战龙军 这 这不可闹的 战龙军是大侠的天机战 是晴天战神才能跳 因为我就是晴天战神 那可不可当了 你不可是被苏家 住出家门的一个废物追去罢了 怎么可能是晴天战神 我敢对战神不敬 我看你是找死 请战神下令 杀了这个混蛋 我女儿的仇 我亲自来报 是 你敢对我叶擎天的女儿下毒手 我保证 我死得很惨 叶擎天 我们赵江是江中的地积豪门 我背后的人脉 谁就无法杀杀的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 你们全家都在培葬 天地下 还没有人敢威胁我夜行天 你不行 你背后的人脉 你更不行 秦鸾 取我天龙刀来 从现在起 迎接我夜行天的 滔天怒火 杀了我 想死了 没那么容易 把他打入天牢 施加酷刑 让他下半辈子 在痛苦中度过 是 战神 属下刚得到消息 您这些年寄回来的军费 全部被苏家大方私囤 并且他们抢走了您妻子公司 所有夜 常来 该给他们的教训 通知李天逊 我要见 是 对 哎就是这就是用点力啊 我妈的这个是谁打电话呀 喂 是 是 我是 你 我说说好今天陪人家了吗 我今天有个大事老板 改日啊改日 这老板的椅子呀 就是舒服 喂 你总 办公室已经收拾好了 今天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派 我来之前一定有帮我招待好 好的没问题 能让丽总这么上心的人 到底是谁吗 是你 怎么是你 大同学 好久不见 少跟我套近 当年不可一世的笑草 怎么如今换成这个样子 看你这身装吧 从上到下 夹起来还没有我一只口红桂 对了 叶晴天 我可听说 你还入赘到了苏家 笑草不愧是笑草啊 仅凭一张脸 就把苏家小姐给迷住了 我问一下你啊 这苏家的软饭 好吃吗 哦对了对了 我还听说 这个自从你入赘到了苏家以后呢 无所事事 一直被视为废物 后来被苏家一脚拆出去 沦为丧家之犬 哎呀 怎么 你是在外面过不下去了 来我们公司讨饭吃的吧 王菲菲 念在同学的面子上 我这一把话说的这么难听了 怎么 说你两句 你就胜不了了 那当年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拒绝我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 原来是这点 你不说 我没有 这几年 我靠着自己的努力 坐上了天鹊集团副总的位置 就是为了证明我配得上你 只可惜 现在的你 我压根看不上 你啊 就是 垃圾 你就是个垃圾 王菲菲 你说过了没有 哎算了 现在看你这个样子 哎真是可怜 说吧 你来我们公司有什么事 我找李天鹊 什么 找我们利总 笑什么 叶晴天 你也不撒胖尿看看你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 还找我们利总 哎呀你也配 你 你什么你 哦对了我知道了 你呀是想走后门对不对 那何必麻烦我们利总的 直接找我就可以 张经理 黄总以后只是哎呀 我这个同学呀 他求我某个好差事 你看看咱们公司有什么职位 适合他 黄总 咱们公司后行部 还缺一个保洁 要不叫他 这个差事不错 我准了 我们公司保洁 一个月两千五 这可比你在苏家吃软饭想吧 莫菲菲 在你眼里 我叶晴天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坠叙 那不然呢 莫菲菲 你别以为今天你当上了天鹊集团的副总的位置 就高人一等 没错 那你可知 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从天鹊集团 滚蛋 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从天鹊集团滚蛋 王总 你这位同学好像老子里不太正常呢 他呀是给苏家当坠叙 当傻的 他就是那个苏家的废物坠叙 我可听说了 这废物七年前好奇弃子 让苏家千金成了全城的笑 苏孟晚当年啊 对他迷的呀 可是神魂颠倒 没想到竟然给自家招了个白眼狼 王总 我还听说苏家为了还债 把他的钱卖到黑市 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 堂堂苏家千金竟卖为奴 不过以他的指责呀 即使为奴 相信有很多男人也会很喜欢吧 那可不 我要是有钱 我也想尝尝苏家千金的味道 到底是甜还是咸呢 叶晴天 你干什么呢 你都废物最续 你敢打我 说我妻子 杀了你我都不会过 还有你 你给我跪下道歉 否则 这和副总的位置不保 你疯了吧你 让我跪下 你做梦 王菲菲 我们同学一场 我给足了你面子 可你呢 恶有相加还弱了妻子 你叫我如何能忍 这一挂者 是赏你的 你竟然敢打我 张经理把房人转过来 把人全部给我带上来快点 你小子死定 哪个不要闭的 我的天鹊几番闹事 就这个废物 把他给我扔到楼底 王子立了 慢 难道立天鹊没有告诉你们 让你们接待我 这是我们公司机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说呢 没错 立总是让我接待一位大人 但不是接待你 这个废物 我就是那位大人物 你就是那位大人物 你咋不说你是天王脑子呢 叶青天 我看你啊 真是脑子坏掉了 你们要是不信 现在就可以给立天鹊打一电话 问问他 他会告诉你 我是谁 王总 你要不给立总打个电话 我看这小子好像不是什么家来 打个屁 他是什么样的货色 我还能不清楚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带他走 给你个机会 想清楚了再动手 想你大意 给我动了 住手 立总好 立总好 这怎么回事 这个立总 这个人他是个神经病 不但打了我和张经理 还说是您请过来的大人物 这会儿正让保安 把他带到天台上送你 他说的没错 立总 这种小事 交给我们办就好了 立总 你打我干嘛呀 我打你都是真的 你不想死的话 立马跪下 跪下 给叶先生道歉 还有你 跪下 立总你不会弄错了吧 让我给这个废物道歉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就凭他一句话 你就得给我滚蛋 什么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他就是立总 让我招待的大人物 叶先生 实在抱歉 是我招待不住了 我给你 赔罪你 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你还觉得我是在说大话吗 叶 叶 金平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是我给我也看看你 是我不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 我真庆幸当初拒绝了你 像这样的货色 多看一眼 我都觉得恶心 叶先生 只要您一句话 我就立马让他滚出机团 不要让我离开集团 青天 你看看 咱们同学一场 不要让我离开集团好不好 我求你了 求你了 求你了 同学一场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不过我这个人心软 起来说话 听说 你们公司后勤部缺一个保洁 我看 就让他去打扫厕所吧 是 一切听您的吩咐 还有你 刚刚就说你叫到最坏 继续叫 我错了 不 不打了 若妻子 闯嘴 你 去抽他 我抽 叶先生 你抽就抽 默契什么的 是 不够 再抽 继续抽 抽到我满意为止 找我吧 好了 让他们都走吧 还不赶紧谢谢叶先生 谢谢叶先生 谢谢 带走 叶先生 您请坐 叶先生 刚才的事情 我万分抱歉 我 不说这个了 我今天找你来 是有事叫你帮忙的 叶先生 您严重了 能为您服务 是我力天雀的荣幸 行了 少拍马屁 这件事情 交给你去办 如果你办好的话 你女儿的病 我可以考虑出手 叶先生 您就尽管说 具体让我做什么就行了 你跟苏家大房 是否有业务 是的 是的 我们集团一直是他们公司最大的供应商 立刻停止跟他们所有的业务往来 把所有项目全部交给天梦公司 好 全听先生的吩咐 来 来 回家了 回家了 来 你脱了 老婆 你刚安的出现程序 我都办好了 好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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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公司 出事了 公司 出事了 刚小姐打了电话过来 说是大伯 又把奖务的客户给撬走了 他们太过分 我想不明白 都是一家人 他们为什么要把事情做的这么绝 哎呦我的傻女儿 你还把他们当一家人看呢 你知道呢 你和安安 就是被他们卖到黑市的 什么 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把他们当人看 他们可不把咱们当人看 还有你 叶青天 你要真有本实话 就帮我们演出了这个恶气 妈 孟晚 你们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帮了她 希望 你要说大话 爸 要我说 还是你有办法 这挖头二房的客户 为咱们所有 这一招 一花接木 漂亮 哈哈哈哈 虽然我不知道 谁在暗地里面 退伏我们苏家 但是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让苏家屈服 做梦 对了 下午 我约了天鹊集团的例子 你跟我一块去 争取 把那个武艺的合同 给我拿下 好 没问题 李总 可算是把您给判来了 快坐快坐快坐 李总 我今天 还专门准备了一瓶好酒 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酒就不喝了 我来就是告诉你 这合同呀 不强了 什么 不强了 哎 李总 李总 你看 不是 咱们之前可是都说好了呢 您这不能说变卦就变卦了 我力天鹊做什么 还需要向你持主过策交代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几个意思啊 我当然是无权左右您的决定 但是您得让我明白不是 行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天鹊集团现在决定要换人合同 哪家公司啊 当然是天鹊公司 你们两个废话怎么在这儿 我们是来签合同的 你们 签什么合同 当然是天鹊集团那我无意的合同 李总 您别生气 别说 你们两个废话没看见李总生气了吗 还不快滚出去 哎 要谁滚出去呢 我 你上汤怎么废话 你 敢对我的客人不敬 你招死啊你 李总您是说 他俩是你的客人 您不是搞错了吗 这两个人在我们苏家那是出了兵的废话 怎么可能是您的客人 我没有搞错 那五个亿的订单 我已经交给他们了 而且 他们今天过的 就是跟我谈详细的活动合线 叶先生 苏先生 我们借你说话 哎 李总 你别被他们骗了 是啊 李总 据我所知啊 他们天鹊集团 已经人走了 而且还欠了好几千万的外债 您怎么能跟这种 垃圾公司合作 你说什么 垃圾公司 我看你们父子俩才是垃圾 不是不是 李总 你别生气了 你们两个 现在给两位先生跪下道歉 让我们给这两个废物下跪抱歉 不可能 好 喂 公知商会所有的老板 从现在开始 把苏家的资全部给我撤掉 不要撤资 李总 不要撤资 你 还不赶紧跪下道歉 赵 快道歉 快 快跪下道歉 跪下 困难点啊 行啊 咱们速知地方都回到咱们两个人生的吗 李总 咱们走吧 好 李先生 去下去 我 我 小哥把小铁给打 我见不下去他不可欺 事情你马叔已经去查了 马上就会有结果了 老板 查清楚了 天鹊集团无意订单 是叶青天那小子搞的鬼 什么 是叶青天那个废窝 老板 你细说 叶青天昨天去了天鹊集团 那里有他一个同学在天鹊集团当副总 叶青天靠他同学的关系 他才结合了 这个废窝 我看他是存心不想让我苏家好物 老板 你去 给这小子一点教训 让他以后 瞎着尾巴做人 是 老板 老 我跟马叔一起去 来 别给我闹出人命 再这么说 他也是我苏家的追讯 除了问题 老爷怎么还不好交代 知道 最不分散 上去去 小杰 你拿着活动先回去 我已经试上去 好好结合 这么多人 怎么 拿不到合同 你就想硬抢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份订单是你靠着当副总的同学 从天鹊集团骗来的 区区一份合同 我还用的条片 我一句话 历天鹊就乖乖的放上 逆于你是谁 我告诉你 你在历总面前的谎言 吃点东西 好啊 那咱们就走一瞧吧 跟他费什么话 先揍你一顿再说 送别东西 你也看走了 我这边叔叔呀 是个暴学器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老老实实的把合同给我交出来 合同不在我这 你别给你脸不要脸 把合同给我拿出来 你不客气了 帅 帅 帅你怎么来 我弄死他 我要他死 给我把他的手脚打断 废 什么时候学的功夫 大赢我了 不告诉你 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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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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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老叔伤了 你先让这帮垃圾伤了 真是可笑 你伤了我爸爸心腹 他不会放过你的 你先担心担心 你自己吧 你今天你要干什么 我已经给光业的机会了 反而找人来对付 我很失望 你请给我警告你 你别乱来 我是动作我你家都得完蛋 你这死活的东西 啊 啊 啊 你疯了 怎么 这就受不了了 你把我妻女迈入黑市 他们所感受的痛苦 你又可曾体会 啊 啊 啊 你今天 少了你 我还有力气说话 啊 看来我下手还是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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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那份合同 可不能落到老二他们一家手里 那 这事要是让利总知道 我们苏家 他就完了呀 你说的倒是个问题 可老二一家 恐怕不会轻易的交出那份合同啊 爸 您是苏家家主 再说那老二 一直最听您话 您直接找他要不就完了 就按你说的办 还不上了 您的好儿子 送 你的好儿子 我给你送 你 我儿子没有 你的儿子不长脸 我替你教训他 打断了他的腿脚 这断了我儿子的腿脚 我给你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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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这给你演出 你们干 你给我废嘴 你儿子找人毒啊 你说 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是啊 怎么样 你抢了我苏家的生理 我 我儿子都没走 我喝了个 我 杀了我 杀了我 到现在 你还没有办理不战口之明 想想我可以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我给你们的期限 只剩下一点 零晚之前 若你们再是脱下 我亲与道歉 苏家就到此破产了 小卓怎么样了 爸 卓二的腿全斷了呀 我可不得 再让叶庆兵在我们头上撒野了 这个不知天高地后的孽畜 是时候给他奶叫醒了 二子什么呀 五个亿什么 五个亿 你老师给我教材 你在外面都干什么了你 哎呀我什么都没干 这样是天鹊集团 你的五个亿订单 什么天鹊集团 对小姐 我去天鹊集团 找他们的负责人 聊了十几次都没有成功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还用说吗 那肯定是我儿子优秀呗 妈你可没这么捧我 这顶团能拿下呀 都是我姐夫的功能 你姐夫 郁晴天 他有什么能耐 能拿下这么大单子 妈我姐夫呀 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他现在可是站 这站什么 现在还不是说这姐夫身份的事 算了 还是等姐夫自己 啊妈 你是不知道 这我姐夫呀 跟丽天鹊 啊丽总他俩是好朋友 这顶单呀 就是丽总送给姐夫的礼物 你说什么 他跟丽总是朋友 哎呦我天呐 我这女婿 是有本事了 爸爸真的 今天 你跟我进来一次 我有事要不 老婆 老婆你要问什么事 搞得这么神秘 叶星天 你到底还有多少是买的我 没有啊 你撒谎 那小杰刚刚那个武艺的订单 他是从哪来的 哦 那是天鹊集团 看上了天鹊公司的资质 要跟咱们合作 胡说 咱们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比你清楚 小杰都告诉我 他说 你和天鹊集团的老总 是朋友关系 有这回事吗 呃 说 没错 我跟丽天鹊 确实是朋友 丽总 可是身价百姨的大人 他怎么会跟你成为朋友呢 这是因为 当年我离开后 入伍去了北江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我救了丽天鹊 所以 他呛了一条命 原来是这样 那你怎么不早说 我这不是 要给你个惊喜吧 现在的我 不想要什么惊喜 我只希望 我们一家 能够平平安在一块就好了 孟晚 你放心 我一定会守护好你和女儿 还有咱们这个家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齐天 别去外面睡了 外面的 就在屋里睡 今天 有热 有点 那 老婆 老婆 小朋友一起吹 来吧 宝贝 来的真是是 你女儿体内的病毒 我已经清除干净 只需在用人药方 调三日人电子去 战神大人 大恩不言喜 请说我一拜 跪着不憋 我有原事情要问 战神大人请讲 现如今 整个江州最豪华的酒店 当中 那自然是我天雀集团旗下的四海酒店 好 过几日是我老婆生日 我要包下四海酒店 战神大人放心 我要为他举办一场盛大生日宴会 爷爷 您说什么 让我们把五一的订单交出去 什么 不愿意 这份订单 是晴天把我们拿到的 我不能交出去 你这个小丫头 烦了你了 竟敢敢管我 爸 您消息 看 你养的好女儿 我女儿怎么了 如果不是我女儿 苏家 早都垮了 爸 您不帮我也就算了 您还要帮老大一家 抢走订单 干脆 你把我的面子拿走算 你这什么气死我呀 这订单呀 你休想拿走 晴天 别吵 爸 你也知道 我儿的公司欠了一大不算 他就指望这个合同翻身了 你也知道 他的公司欠了外债 这是五个亿呀 看这公司 能吃下这么大的合同 到时候如果订单完不成 光违约金就把你赔死了 如果天气集团再追究其责任来 咱们苏家 拿什么承受 一天去的怒火呀 与我们苏家的能力 根本赔不起鬼 所以呀 赶紧把订单拿出来 交给老大公司去办 这才太闲了 小姐 去把合同拿过来 小姐 去把合同拿过来 爸 这合同不能给他们呀 什么 我这话都不听了 爸 你忘了 这伯姐和安安 就是为他们一家人卖到黑色去的 这又要求我们的合同 不能这么便宜他们 爸 这个合同 是几天拿到的 就像现在要交出去 咱们也应该问问他的意见吧 爸 爸 要不这样 呃等会你去回来了再说 老二 这个家是你当啊 还是他夜青天当啊 就这么个小事 还得看他上门女婿的脸色 你真是把我苏家的脸面都丢光了 爸 我真是白养你了 哎 爸 爸 你等 这个家 我说了算 哎 哎哎这可对啊哈哈 老婆 你怎么呢 爷爷笑我来过了 这个老东西 终于看来道歉了 他把那个五一的合同取走 什么 他拿走了合同 什么 他拿走合同 是谁把合同交出去 是吧 你也知道爸爸那个人 他什么事情都听爷爷的 真是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爷爷总是要想着大伯他们家人 明明我们也是苏家 可是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把合同拿走 来了好 去吃一个合同 他们既然想要 就让他们拿去吧 今天 你还在说风凉话 你知不知道 公司 交迫着 如果失去了这份订单 就相当于失去了最好的希望 这次公司 真的彻底就完了 我当然知道 问题再多 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你的意思是 你有办法解决 我说过 要好好收 收不这个价 可是 这份订单被大伯家拿走 我真的可不甘心 好了 别哭了 那个合同呢 在你手里是我一 而在他们手里 就是自家废主 什么意思 恶人自有天收 天机不可泄露 啊 明天我陪你去签合同 你说说你 这腿都没好 谁要跟人来 爸 这跟天雀集团签佛弄 不是一样的事 我必须得来 不过我担心啊 这利天雀 可能不会被他签 毕竟是合同 从二方抢过来 你放心就好 这次和咱们签合同的 我们可不是利天雀 而是我一个朋友 我把当真 我的这位朋友呀 可是天雀集团的高子 他就负责这个销 只要我们在合同上签了字 那合约就生效了 到时候利天雀要是再想赖账 这十倍的违约金 咋可受不了呀 哈哈哈哈 还是你小子想的周到 哎 他们请 送我完了 乞教练 哎 哦 哎呀没想到啊 这边合同兜兜转转 最后还是回到你们手里 开始 哦 请请请李天雀 哈哈 这份好纵你们签不了 这份好纵你们签 你这是 谁让你骗 滚不下 让我 恶恶李天雀 敢不敢这么狗粗啊 有点意思吗 能其实你说这样 叶秦天 叶秦天 你要干什么 叶秦天 吵了半天 你就是苏向那个大明星 虽然出息 哎 我说苏大小姐 我说苏大小姐 你好歹也是个江州鼎鼎有名的大美女 怎么这么个黑的东西 你要是实在讨讨啊 可以考虑 你怎么这么说 我说一个死人的嘴 这几天你疯了 吃吧这是线 好 赶紧放开情侣 你居然敢在天鹅集团的办公室闹上 我看你是吃了熟悉包子打的 这几天 我不让我让你 坏了 还敢没喜欢 秦天 你发手 咱们是来牵口碳的 别闹出人了 我 老婆 那几天我请到 把河洞给我还回来 我说过来 这口网 签过来 那几天 你闯大话 倒是我的面 我 今天你吃不了 闭着 保安 四天 你好随身的窗户 没事 就算我把天鹅集团掀着炒天 他也何不留 好吧 还在这一会 一会儿你来人 新闻的嘴子呢 我倒要看看 一会儿是谁的嘴子 先被打烂 谢谢你 什么事 你们一天干什么事了啊 他们是不是要做公司赶货 这一门 狮子闯入公司会 将我的处还倒不倒了 你说这事怎么办 我你 天蟹局才你也赶快让我手 找死了 你说谁找死 愣着干什么 跟你说把他给我端起来 慢点 谁 还内疼 我说你什么意思 习经理 我这两个人 你惹不起 我公司向务的团团一个经理 我惹不起他来 习经理 我奉险你 你再倒这两个人吃钱 所以我先请示一下你的力 请示个屁啊 你赶紧动 不然老个人是不穿的 职人 对不起 习经理 我 陈队长 你这有点 这家伙的炮杉 是你们公司的费总王飞飞 没错吧 据我所知 现在你们的帮副总 已经被叫到后局部 少是不行了 我干八成是因为李总知道了他说叶琴天 连起行骗骗骗 故意尽不着 我说叶琴天 你这后台 都已经倒台了 还敢跑到这天车公司来行骗 你怎么个人够大的呀 听了 还不赶紧把这公司抓起来 我想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让汪副总去搞厕所的人 不是你 这位叶琴 是他 他一个废 他有这么大本事 你开什么玩笑 他没跟你干什么玩笑 李总 吉正弗 这两个人是你找来的 李李总 您不是给了一份苏家那个合衣的订单吗 我正准备让他们签合同 那份合同是给叶先生 不是给他苏家的 吉正弗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 竟敢擅作补账合同 这一旦签了字 十倍的五月金 是你给还是我给啊 还有你们竟敢算计到我力天圈的头上 闯大 算计到我力天圈的头上 李总 你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 好 那你就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吧 我们其实也是帮他 毕竟他公司实力有限 恐怕接不下有这么大力量的 哎 对我们公司 我觉得 只要资金到来 三公司内住在开工 你们公司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公司得罪了一个大人 集团旗下所有的项目全被叫停 所有的门店成业盘盾 我把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交给你 搞大了怎么办啊 这些组迷把项目交给孙子完后吧 他们公司人都被挖空 公司账面确实巨大 还连启动资金都没有 怎么可能记住这个项目 随小姐 他说的是否属实啊 是 李总喜欢常识的人 是的李总 我们公司 现在确实什么都没有 不光人没了 我可以去招 启动资金没有 我可以去见 那如果见不到的话 怎么办 我不知道 苏总 你没有权揭什么效果 这白费李总对你一片好心 谁说他没钱 他没 我也 哈哈哈哈 李总今天 你想笑死我了 你从你这个小盗洞里面 套穿一张充实卡 就到你一包一盘 你跑不坏了吧 哎呀 我说你还真是一个不怕死的将鱼啊 你打他骗李总到什么时候 经地之丸 蒸大女的模样好看 这到底是什么看 我 我就当你这是银行卡 卡里有几个钱 几把 几千 几把 我说叶九天 你不过是当了几千个大头兵 咋了这么点 可有费 有这点钱 你还好意思拿出来写 这银行卡 好像是腾龙银行 旧姓腾龙卡 什么 旧姓腾龙卡 旧姓腾龙卡 不是要在腾龙银行 储存十亿才能办理吗 这个费物怎么可能有九仙子银行卡 怎么 感觉你很轻压 你这单卡绝对不可能是九仙腾龙卡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 像这样的 我有事的 我 但是那是大人还是猛啊 是你那九仙腾龙卡 你搞的什么 还使者 你把牛皮都吹过了 是不是吹牛 你试一试就知道 腾龙银行发现的银行卡 我什么都不压 你查点 卡片确认九仙腾龙卡 存款余额 十一 好几钱真的有十个银 这怎么可能 青天 你从哪来的这么多钱 今天是啊 回头我给你告诉我 为什么 钱我老婆有了 我唯一的项目交给他去做 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了 河头马上一签 河头的事情先不了 我还有比较 要去找他们算 爷爷将军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一周之内 去我家给我老婆孩子道歉 而你们呢 却把我挂上来逃风 爷爷将军 我就告你了 我可是你大伯 大伯 跪下道歉 要不然 我让你爬着出去 爷将军 你别以为 你会点拳脚崩火 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这可是你这个倔强 不信 在这可动手打人 来人呢 文国赌上 没有叶先生的命令 不许我帮他们走 让开人 小猫 我错了 让你站着说 给我坏心 爹 爹 道歉 小猫 过去都是大伯子 大伯先生道歉 你怎么给他下回道歉 陪你 你 你再个废话 你 道歉 请不及 小猫 小猫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老猫 我听你的 让他们走吧 走 呃 呃 呃 等等 我先告诉你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可你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 反而变我们加厉的战队王老猫 你怎么 我没这个小猫到你去 你还跟我怎么样 一天之内 让苏家破产 一天之内 让苏家破产 你今天 今天我在在你手里外上 也是想让我们苏家破产 没那么容易 别以为你有力挺确保 你就可以死无忌惮 我们苏家的口水 大道你根本无法生效 好了 卓二 不用跟他讲那么多 叶星天 我带我看看 你怎么让我苏家破产 今天 我看大伯他们 好像是真的生气了 我担心 担心什么 我担心爷爷背后的实力 会对付我们 如果这位出手的话 哪怕有李总的帮忙 也不介意是 听起来 这个人来头不小啊 谁啊 江州总督 薛震 原来是薛震 今天 你没跟你开玩笑 爷爷和总督大人 他们可是老同学 既然你知道这些 那为什么 往后上让给他们 我 我只是觉得不太公平 他们有考生 我们也 对吧 李总 哈哈 没错 我们的高山更厉害 更厉害的高山 更厉害的高山 你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这个天 塌不下来 这个人 您看着臭理吧 是 爸 您可得为我做主啊 真烈青天 也太过分了 是啊 这 这强走 好几个就不说了 他还逼着我后吧 小贵 好一个烈青天 他这是要施主啊 还要咱们苏家 破产 什么 那不苏家破产 谁给他的狗胆 敢说这样的大话 现在 可是了 手持了十张九星腾龙卡 不说 还有那利天雀 给他做靠山 我看 已经不把我苏家 送到眼里了 有利天雀做靠山 又如何呀 哎 你说那十张九星腾龙卡 是怎么回事 爷爷 要不知道怎么拿来考虑了 十张九星 那东西真的 这加起来 独狗得有 上百亿磁镜 这么多钱 肯定来路不明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说他一个废 当了这么几年大头兵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爷爷 要不 您去找找子独大人 让子独大人把他好品插一遍 这些钱 要是真的来路不明 别牵扯到我们苏家 好长时间 不和总督大人走动了 也罢 为了咱苏家 我拉下这老脸 去找找他 叶秦天 这次你死定了 老婆 订单拿下了 咱们 有当 庆祝的事 一会再说吧 秦天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你一定要老是回答我 好 你说 这些卡 你是从哪拿来的 这些卡 只有 这张是 其余的 都不账 只有一张是真的 对啊 这个都是利罪 就是为了 行不行 这些钱呢 是利总 借给咱们的 起庆资金 等咱们赚的钱啊 还要还给人家的 原来是这样啊 利总人可真好 你啥啥 你不得告诉我吧 这都是我的事情 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啊 这种醋都吃 反正 你得把手头吃 啊 我的老公是接下第一号 行了吧 这么敷衍 不得 表示表示 怎么藐视啊 好 走 出发 请说这家菜味道不错 回来尝尝 来 这个包间 我要 你们两个 赶紧 这个包间 老子看上 这个包间是我们先订的 我们凭什么让给你 哈哈哈哈 凭什么 就凭老子看上 凡事都讲一个先来后到 我们不让 老子的字典里 就没有先来后到这几个字 让不让 做事得讲规矩 我们这个饭还没吃完呢 就来抢卫这 就不太合适 老子的规矩 就是规矩 我跟你费什么话 服务员 啊龙哥您叫我 这两个货 让他们赶紧滚的 老子看上这个包间了 两位 要不我给你们换个包间 不用了 我觉得这里挺好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龙哥您消消气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你们这顿饭我请了 给你们换一个包间 你好像 很怕 这位可是青龙堂的老大 我们这种小人物得罪不起 什么狗脾气红堂 你当垃圾 说什么 找死是不是 今天算了 咱憋着他 好吧 我去老婆呢 慢着 我说过让你们走了吗 我龙彪在江湖混十年 也没有谁敢这么跟我说话 那你想怎么 跪下 给我磕三个小头 混十年 混十年 那你想怎么 或者吗 把你老婆留下 让老子爽一爽 我就放你们走 说什么 我说 把你老婆留下来 让老子爽一爽 你找死 你说话 我来救救你 赶紧让你老公住手 不闹出人命的 今天 把你老婆 帮我查两个人 我要弄死他们 对不起啊老婆 这顿饭又泡糖 吃不吃饭倒是无所谓 倒是你 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 能不能冷静一点 他当着我的面说话那么难听 你让我怎么冷静 说就让他说呗 我又不会掉一根头发 倒是你 要的是那个龙哥才找你麻烦 那该怎么办呀 他要来就让他来好 走吧 喂 战臣大人明天是属下生日 不知您是否有时间赴烟 好我一定到 谁的电话 薛震 他明天过生日 邀请我去赴烟 一天到晚没个正心呢 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总督大人怎么会请你吃饭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 好好好 我相信你都行了吧 像你这种谎话 你只能明明我这个事 走吧 我带你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爸 您怎么了 我刚得到消息 明天总督大人要举办寿宴 你爷爷和你大伯 都拿到了邀请团 秦天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秦天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什么说中了 就是总督大人要参加寿宴的事情 那跟秦天有什么关系 我们俩刚在路上开玩笑 他说 总督大人的寿宴要邀请他 我没开玩笑 行了行了 总督大人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 他能邀请你 哎呀你说说你们呀 那为什么要跟你老爷子 和你大伯一家过一过去呢 明天只要在总督大人的寿宴上 这老爷子在总督大人跟家 吹吹耳边风 我们家可就完了 爸 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我就不信 这总督大人也是个不讲理的人 你们懂个屁 你 听天有命吧 爸 怎么 爸说两句就被吓住了 不是 我只是 觉得爸说的有道理 今天 要不然 咱们去找爷爷低个头 他们低头 不可能 弄完 你放心 明天的寿宴 倒霉的 会是他们 爸 给总督大人的礼物 准备好了吗 您放心 都准备好了 好 带上小拙 到那去了之后 我给你们引荐几位大人 谢谢爸 礼物怎么还没到 抱歉战士 路上出了点意外 还有多久 三分钟 速到 又是你 小子 老子找了你整整一天 可算找到你了 打老子这一拳 老子记着 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样 我想弄死你 不过 你要是从我胯下钻过去 我可以留你个钱 就你们这帮垃圾 也敢来威胁我 他妈的 找死 敢说我们青龙堂的人 是垃圾 我今天没工夫搭理你们 我劝你们本人消失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若不然 一会儿你们几个 连吵跑 机会都没有 小子 你吓唬 我这么多兄弟 弄不死你一个 那你们试试 兄弟们 给我上 试 都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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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小女的五星都放弃 你愿意给你们的狗胆 胆敢围堵战神大人 什么 他 他是战神 跪下 你 战神大人 我错了 小的无意莫犯 就有的战神大人 惹了我吧 全部抓去行不定罪 不要 不要 战神 战神 这是您刚才要的礼物 来来来 大家走 大家走 苏学员 见过总督大人 老同学 听闻大人寿宴 特备博礼一份 祝总督大人 芙蓉东海 寿比南山啊 哈哈哈 谢谢谢谢 来走 请祖宗大人过目 这是清明诀 不见我说您将的清明诀 实际很低于一个亿啊 一个亿 苏家出手 果然阔处 哈哈哈 苏家家族 您可不是 无视现殷勤的人啊 还是被您看出来了 实不相瞒 我有一事相求啊 哈哈 哈哈哈哈 还是被您看出来了 实不相瞒 我有一事相求啊 哦 哈哈哈 武功不受入 苏家家族 有话 请开口 总督大人 我苏家有个叫 叶秦天的 您可否有印象 这老东西进行不死 还敢算起战神 不过此时 还是等战神来了之后 交由战神举动吧 总督大人 啊 有印象 他不是 是你们苏家的尚 为序 是啊 我苏家 收他为序 可是这个畜生 竟反过来 要置我苏家于死地呀 哈哈哈哈 你们苏家 这么大的家业 难道 还怕一个准序 大人啊 您有所不知啊 我苏家 被一位大人物给盯上了 刑部令我旗下所有的门店 全部听叶整顿的 我是自身草莓啊 是吗 怎么这件事 之前我没有听过 本来是一点小事 都想麻烦祖族大人 所以就没说 那你为何 现在又要找我帮我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那个叶秦天 不知怎么交结了利千俊 二人联手 要让我苏家破产 这是把我苏家 大王死路上逼啊 你他算让我死 哎 您下令 彻查叶秦天和利千俊 激活 查可总得施出有名吧 查可总得施出有名吧 这个我都替您想好了 这个叶秦天呢 在外边当了七年大途兵 却拥有百亿资产 这钱来利不明啊 听你这么一说 这个人 一定要好好查一查 哎 那这事就说定了 哎 哎 你这摇头是什么意思 查是调查的 那不是我们查的 您的意思是让刑部出手 这百亿资金呀 出额太大 行不没有这个权限 哎 这 不过呀 在老夫今天的寿院上 受邀来了一位大人 这件事情啊 必须交通 哎呦 这个大人 什么来的啊 哦 一会他来了 自然会知道 哦 哈哈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该出去迎接他一下 哎 那我陪您去 您不用了 他呀 不喜欢张瑶 还是有老夫 请你去迎接 陆军 能让祖都大人 七尊去迎接的 这人物 是什么来路啊 这个祖都大人 贵为一城之主 能比他地位还高呢 他知道是 地精大老啊 是地精大老 各个都是荣州 未高群 夜晴天呀 夜晴天 这次我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死了 苏家主 想不到您和总督大人 还有这层关系 哈哈 陈年故焦啊 我说我在江州地界 可得仰照苏家主啊 张老板说笑了 我们苏家呀 还得仰照住位才是啊 啊 来来来 喝一个 不过呀 我也老 这家子事 还得靠年轻人交接啊 哦对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苏儿 苏卓 也是苏氏集团的继承人呐 苏少果然一表人才 我的腿 多小心让主意 各位前辈 苏卓敬大家一杯 好来来来 哈哈哈哈 死人是谁 不认识 咱们却安慰好 他没有这好人 还真是些 在哪 多了遇见你 这么巧 你们也在 叶青天 你赶紧给我滚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们俩怎么随你认手 实不相反 这就是我们苏家二房的上门女婿 哦我想起来了 他是七年前苏家那个抛弃弃子的废物坠续 亲手人家怎么还活着 老东西 这宴会你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这个宴会你能来 我为什么不 睁开你这狗眼看 这里是总督的寿宴 是你这种废物人呆住啊 叶青天 我不知道你只通过什么方式 呼呼 但是我警告你 立马从那给我滚出去 一会儿总督大人来了 你可就死定了 说到总督大人 学着人呢 他走你来 放肆 竟然敢直呼总督大人的名讳 看你是不是胡了 名字起着不就是让人叫呢 那也得分场合 哼 你当了这么多大人物的面 直呼总督大人的名讳 就是不给他面子 好大的一顶高帽子 不过没关系 你们想扣 就扣了 他怎么坐着 还坐着总督大人的位置 叶青天 你给我起来 这是总督大人的位置 不是你该坐的 大家都是来给薛正过瘦的 做得都一样 你 叶青天 今天这种场合 你最好不要自找麻烦 我告诉你 总督大人去迎接一位大人物 你要是惹得这位大人物不高兴 今天你就死定了 什么大人物啊 我怎么不高兴 什么大人物 我怎么不高兴 如果我没有摔错的话 这位大人物应该是 地精 地精来的大人物 没想到总督大人的寿宴 连地精的大人物都来了 地精的人要是 薛正才告诉你 这些奇迹 总督大人需要告诉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那还有 你不是说你出来给总督大人祝寿的吗 来 给大家看看 你给总督大人带了个祝寿的 你无所使用的 没问题 听说薛正军阳瓷器 我特意让人从我的床里中 找一件顶级的军阳家庭 总 强的可都知道 这顶级的军阳 那可是有仰物式的国宝 不可能流传在石碟上 你竟然敢拿一件防匹 来糊涂总督大人 总督大人 那是何德的身份 你竟敢骗到他的头上 待会总督大人来了 一定会治你的罪 治我的罪 我倒要看看薛正 怎么敢治我的罪 好大的口气 既然不把总督大人放在眼里 来人 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给我护着去 走给我住手 他对叶先生无礼 总督大人为何不叫他叶先生 怎么办 你终于回来 这小子在你收宴上的狗 居然还拿了一个防品来糊弄你 这都不说了 居然 只乎您的名讳 简直是没把你放在眼里 是啊 我就要让人把这个废围轰出去 让这组人家破坏收件的 你说谁是身材 你打错人了吧 打的就是你 性敢说妈叶先生 你是吃了胸心爆肠了 是我他们 赶快人叶先生陪着造现 陪着上 对不起 不敢问问你 你不是去接人了吗 人呢 我接了人 我接了人 就是您了 我下楼亲自接你 可没想到 您亲自上来 这有机的大人物 是叶晴天 这不对啊 不对 哎哎 总组大人 你搞错了吧 这个叶晴天 哎是我们苏家的废物罪序 哎怎么可能是那个大大大大大人物啊 走啊 这小子 最会骗人 您可别被他给骗了呀 你们给我住口 叶先生是什么人 我都不知道 他们一家人找到 并且恳求我 调查您和田学姐 调查我吗 调查我什么 他们说您 只有巨额资金 来路路人 那你想怎么办 全由叶先生给你 那十张九星同龙卡都是我 都是通过同龙银行 省得资之后发的 查不出 至于你怀疑我那些钱来路不明 那你出钱给我听口了 那些钱 都是我这些年行医所获得的报道 我叶晴天 富可敌国 不是 你什么时候觉得 怎么 你很惊讶 如果你看到这个 我会更惊讶 一尊六 一尊六 一尊 一尊你怎么会在你手上 因为我 一尊 因为我 一尊 因为我 我竟然是一尊 他说一尊大人行踪神医 谁能想到 苏家坠绪就是一尊大人 叶晴天 怎么会是一尊呢 这一尊你也是假的 他一尊的兴奋也是假的 人家不要被他拼了 好大的案子 人敢质疑一尊的身份 男人呢 把这些不长眼的 给我拽开 看在你们是苏家的份上 我已经给过你们几次的机会 可是你们呢 并不把我的话当回事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受尽这世界上应有称号 我宣布从此刻起 苏家的荣华富贵 我收回 叶晴天 你想搬到我苏家 就凭你一尊的资格 远远不够 是吗 那我就给你加点料 这个是我 对苏家进行抄家时 转到个犯罪证 里面是你们的那部帐篷 每笔帐篷都可以活实 叶晴天 你凭什么 抄我苏氏的家 就凭我是大夏的晴天战神 因为我就是大夏的晴天战神 你说什么 你是晴天战神 不错 叶先生 就是前不久 刚刚被博主册封的晴天战神 那秘密就是我们苏家的废物质虚 怎么可能是一尊和晴天战神 啊 怎么可能会这样 之前就告诉过 七日之内 若我是看不到你们的颤护之意 便会让苏家破产 说到做到 至于你们 就等着去牢中颤护护酒做餐 你 你就看来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 少了我们这次吧 你 你要是放过我们这一回 我的苏家封你为主 别走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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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被抄家了 老头子跟大伙他们一家全都被抓了 消息是什么人做的 既然在这么短时间能把苏家查封 哎可能是老天爷开眼了吧 不过呀你爸他 爷爷给我一块瓦巴 安安乖自我耳朵 哎呀 哎我出去走走 爸 爸 妈 我爸他 妈 我爸他 没事 苏家被插 他心里呀 肯定不舒服 那要不然 我去劝劝他 没事 他这个人呀我知道 他自己给自己赌气呢 啊 走 跟奶奶出去玩 啊 听奶奶的话啊 哎 啊 我知道了 二叔 好久不见 小球啊 哎你不是在国外呢 你怎么回来啊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我必须得回来 你都知道了 谁干的 对方的身份过于神秘 有无从有之 不管是谁 一定会查清楚的 晴天 公司的事情呢 你已经帮我解决了 接下来的是怎么做啊 我要回一趟青州 我父母的今日快到 那我陪你一块去吧 不用 公司还有那么多事情 等着你去处理 我一个人去就好 那你早去早回 这地怎么有做坟呢 去 给我找几个人 把这坟给我挖了 看什么看 站着 谁在说话 你在说话呀 是你在我父母的墓碑上 撒尿的 没错 就是我尿的 这个是你别妈的墓 正好 我准备挖了 挖坟 谁给你的劝力 我挖个烂坟要什么劝 这块地 是我们王氏集团刚买的 还有你脚底下站的 都是我们王家 这两座坟 不挖 你说不能挖这个 算是什么东西 你要是挖了这 打断你的手 你吓唬我呢 你 你当我王氏是吓大的 那你发一个试试 小子 你怎么挺活呀 我就把你爹妈坟挖了 怎么了 去 把墓碑上的尿擦干净 突然你今天休想离开 我擦你妈 你 墓碑 擦干净 你他妈可打我 你别废了你 给我撤 这 再说 把墓碑上的尿擦干净 小子 您知道我是谁了 我爸是青州商会会长王天和 怎么捏死 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显得 你可可可 你死定了 什么 王天和 怎么 知道我爸名字 害怕了 十下天 跟我回下道歉 十年前 因为石工的云 放过 烧过一座村庄 还烧死了一对夫妻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 就是那对夫妻的儿子 我以为他们那小野种都被烧死了 原来你还活着呀 当然没死 老天爷之所以让我活下来 就是让我跟你王家统命 跟我们王家统命 跟我们王家统命 你有这本事 就算你很能打 在我们王家里 你永远都是个垃圾 那你可知道了 王家在我眼 也犹如蝼蚁 大脸不泽 哎呀 我怎么想的 我想再跟你废话 嗯 从王家讨战 是迟早的事 现在 你想办法 无尾上的尿擦干净 我不擦 加油不得你 别把蓝 后来擦干净 不擦 不擦 看见了 我去给王天鹤带句话 明天是我父母的记忆 在这里等他 你 妈 孩儿不想 这么晚才找到凶手 但我想你们保证 一定会手刃他们 让他们下去 去给你们掺和你 查清楚了没有啊 大腾那个人 是什么奶套 少爷告诉我 这个人就是八年前了 你让我放火烧死那对夫妻大人子 失误了 怎么能让他活着呢 那您的意思是 战神 为何会突然造我清州 明日是我父母记日 我已离乡七年 李莹回来祭拜 原来如此 我在清州 藏无住所啊 所以来打扰太师 不影响吧 哪里的话呀 战神的林寒舍 江某 开心还来不及呢 我已经让人 把客房收拾好了 战神 可以随时救起 多谢太师 啊 对了 听闻太师夫人 得了一种怪病 若太师不嫌弃 可以为夫人医治 你还要是 灵魂医术 会一些皮毛 那就 有点什么 行了 我夫人病真被你治好啊 这太师了 不太师 夫人的病 还并未全身 还需要找到 与他血腺相配对的人 为他抽血 方可分之次 夫人血型 不要特殊 说要找的话 也能找到你的 相疲惠的人 好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救济吧 夫人身体 还有局部 需要有人陪伴 我自己可以找到房间 好 多谢了 少了去找 请指醒 好 就是这小子吧 他还瞧不起咱们王家 说咱们王家 是个垃圾 是不是你打了我儿子 没错 为什么要打 他在我父母的分上三年 该打 年轻人还真是狂妄 我儿子在你爹妈的雾背上 撒他尿 你就要打 我烧死他 连我也要杀了呀 是的 今天就会亲手杀了 寄给我父母 在天之流 好大的怒气啊 我王天和在亲中 混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人敢在我面前 这么狂妄 老虎 打断他的腿 挡住他的面 挖了他爹妈的腿 是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说什么 再往前一步 你得死 再敢往前走 咋了你 小子 我狼狐也不是被吓大的 手上至少有十几条人命 我建议再多杀你一个 你得杀了 你得杀了 还真想瞧你呢 不过 杀到了一个 杀的了这么多吧 能够杀 开始的 这怎么可能 啊 这么厉害 接下来 不要让你吵 失去至亲的滋味 不要杀了不要杀了 你不要杀我子 怎么 啊 原来你个筷子是鬼 没有 他死的时候 真要你不杀我子 你就会做什么事 去 鬼在我父母分前 忏悔 去哪 鬼在我父母分前 忏悔 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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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六七六四 你不忏悔 十几 豪 你欠我夜家这条命 是该活 你被杀了 你爹妈 是我爸杀的 跟我没关系 爸 它是要车 三草要偷奔 算了 你也得死 爸 妈 你们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自从签下那个五一大合同以后啊 每天都有人找我签约 今天又来了两个大客户 那不挺好吗 不过这些人找我签约 都是对我们公司单方面有利的 我总觉得有人在帮我 会不会是你啊 怎么可能是我 我又不认识那么多的大人物 这个人到底是谁 喂妈 啊被人打架了 什么 你爸坏死了我爸 所以这笔账 要从你的身上讨回来 买家联系好了没有 你家的事是新入侦探师 哦是姜太师 这个老家伙有钱 可以抬高价 另外马上帮我安排一辆车 不要立刻带他离开云州 就 月晴天 你的女儿只是我复仇的开始 你将你身边的人全部杀掉 妈 这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能说的有个丢呢 我 我也不知道 妈 谢谢战神 小区监控查了没有 启禀战神 小区今天停电 所有的摄像头都没有拍到 那就沿着路上的监控给我查 不管你们有什么办法 就算我们江州翻个底朝天 也要把我女儿给我找到 是 阿瀚 你到底在哪 老爷 已经找到跟夫人学习相匹配的人 这么快 定管谁 对方没有告知现学者的身份 不过通过我们对比现学者的血样 已经确定了现学者身份 叶安安 战神的牛啊 你知道卖价是 对方只提供了交易地点 交易时间明天小时三点 你下酒吧 是 今天 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安安 我知道我不能没有的 别着急 我已经派人去打开他消息了 有消息有福利码告诉我 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骗了你 赵晨 赵晨 有件事情 我必须告诉你 说 您的女儿业案 被人绑架了 嗯 你怎么会知道 我的人联系到我信息就走 声音显示 是您的女儿业案案的 现学者 什么现学者 应该是有人绑架了您的女儿 要跟她写上卖她 现在那个卖家在哪 狠狠在轻重 你的人先把她们捆住 我马上去青州 今天 你又要去青州吗 有人告诉我 安安被绑到的青州 你在家等我 我会平安把她带回来的 嗯 小熊阿姨 安安想回家 半老妈妈找不到安安 会着急的 闭嘴 你都现在还在惦记这些人呢 等下我就把你卖掉 等我把你卖掉了之后 你这个臭干你的血 就先死去 不要安 不要死 你吵死了 孙杰 买家来了 过去拿钱 我们要的不干外 带过了没有 我要先见现学者 兄姐前没问题 但她要见小女孩 带她过来 带她 带她 你是谁 你是谁 叶晴天 是你 你是怎么找到这的 我叶晴天想要找个人并不敢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 嫁我女儿的人竟然是你 没错 就是我 你害死了我的父亲跟我的弟弟 我今天 就是要拿你的女儿来偿命 她们是罪有应得 你要想报仇 我就冲我来 好女儿你放了 放了她 做梦 我不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女儿死去 苏秋 这周围已经被我的人包围了 把安安还给我 快放你一条生 我根本就没有活着想离开这里 正好 你应赔一命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给我杀了她 啊 爸爸啊 你没事吧 没事了 今天下午的客户 你帮我接她一下吧 我那个时间来不及了 我就先过去了 要不然她们会等我的 我送给你呗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叶先生 叶先生 我让你筹办的生日宴 准备的怎么样了 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就等明天生日宴开始 还有礼物的事情 放心吧 都安排好了 有什么不及了 咱们送了小花呢 该请坐 小花果然是小花 风采不简当年啊 你就不要取笑我了 都是当妈的 哪还有什么风采啊 哎 孟晚 你说你那么早 進入愛情的屏幕幹嘛 你看看人家劉少 到現在還是一個單身貴族 那日子過的就要是一個消息 好了好了 這個更多了 大家同學難得見一面 來喝酒 來咖啡 沒了孟婉 你老公 啊他有點善良嗎 心急沒了 來孟婉 我敬你 我敬你 這麼多年還是丟三落四 應該是這家吧 嘿 孫孟婉 怎麼回事 同學們都喝了就你設議 實在是喝不了 這才哪個啊 不要看 我是真的喝不了 看來有些人沒有面 別人的面子可以不給 劉少的面子 不許給 沒什麼可是的 劉少的父親 可是江州頂級父母 有他幫助 人家的公司也可以少手習慣路 是不是啊 李莎 哎呀可惜啊 有些人不給我看 這 哎哈哈 這就對了嗎 哈哈 來來來 哎給你喝 來爸爸 去給喝呀 沒有 喜歡喝酒是吧 我配合你 我配合你 媽誰啊 誰讓你進來的 你們幾個大好爺們 關女人酒 你公公呀 你媽誰啊 蘇孟婉的老公 青天 孟婉 是嗎孟婉 哦 原來你就是蘇孟婉那個廢文 哎不真不是老孫子 當時怎麼看上去啊 給我老婆關著的 都有誰 我關著 還有我啊 你們兩個 敢不敢跟我拼酒 我沒聽錯吧 你要跟我倆拼酒 怎麼 不敢 笑嗎 我從小是泡酒長大了 喝酒還沒怕 劉少家裡是開酒場 更是謙卑不醉 你確定要跟我們拼酒 什麼廢話 上酒 好 有種 不過 剛喝沒什麼意思 不如 你家的才是習慣 什麼才 你輸了 把你腦子留在這裡 你給我 跑出去 若你輸 一定要 你至少 我 你會 開始吧 來吧 這支酒是你的 我不需要 你什麼意思 拿杯子喝多沒意思 直接吹瓶吧 紅酒吹瓶 瘋了 好嗎 好慫啊 喝就喝 好 你喝東西 你也要喝東西 我來你了 喝 喝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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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上牛啊 小子看到沒有 入上也喝完了 那好 再來 熱酒量 看什麼看 喝呀 緊的 你輸了 你們兩個酒量 地下 喝 喝什麼 啊 啊 你喜歡賭月 自己選一隻手 發下去 我自己不幹什麼 好 那我來碰 啊 啊 啊 你個瘋子 被我老夫請外行死 下一次 就不是斷一隻手這麼簡單 牛叔你沒事吧 你滾 夜清天是吧 老子追住你了 我聽我那些同學說 昨天是你送的 對 我看你把手機忘帶了 你給你送我去 到那兒了 發現你解剖罪 對不起啊 姐姐 幹嘛和我說對不起 我聽說 昨天你為了我 跟努海拼卷 才把他打傷了 沒錯 那個傢伙連同其他人 在管你卷 還對你塗抹布 我只是費了他一隻手而已 今天 我知道你是為了我 不過 如果以外再遇到這種事情 你還是 眼鏡一點 好 知道 好 這好像 無視乎關係的地方 我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去哪 你去了就知道 這不是 四海酒店的頂級宴會廳嗎 你帶我來這兒幹嗎 先別問 進去再說 好 這麼多人啊 我看江州地界 有頭有臉的人物都來了 這到底是誰在這兒辦生日宴啊 這麼大的盤量 怎麼想看 就是他大的我 您好 住下邀請函 我們沒有邀請函 沒有邀請函你們不能坐在這裡 誰規定的沒有邀請函 就不能坐在這兒 在場的各位都有邀請函 就你們沒有 我有資格懷疑 你們來這裡目的 劉凱 你也在呢 你能不能告訴我 你連是誰的生日宴都不知道 不敢跑到這裡來 我 我告訴你吧 這次生日宴 是晴天戰神為他親自舉辦 連是誰的生日宴都不知道 居然跑到這裡來 晴天戰神 整個江州都傳遍了 所有名門豪族 都為了晴天生夜去破頭 你們兩個 就把戰神當人問罪 問罪 這篇集下 還沒有人敢定是葉晴天的事 年輕人 好大的口氣啊 不知道的 還以為你就是晴天戰神呢 那如果我 就是呢 哈哈哈哈 現在的年輕人 越來越知道天高地厚 我劉劍東 都敢替戰神 教訓教訓你 啊 你 算了什麼東西 小子 你可知道這一巴掌 會給你佔領什麼後果吧 我費你兒子一隻手啊 你想去他出口明書 何必給我扣帽子 這年輕人誰啊 這麼囂張 可趙劉劍東 太狂了吧 這晴天戰神的生日宴 你們都能來 為什麼 憑邀請韓入場 誰立即規矩 打電話給黎天去 問他 我葉晴天沒有邀請韓 能不能參加生日宴 來 立總 請問有沒有叫葉晴天的客人 聲稱沒有邀請韓 什麼 哦 知道了 立總說了 你們沒有邀請韓 何必信我 憑什麼 這不合規矩 規矩夜晴天三個字就是規矩 你要問我憑什麼 那我就告訴你 傻丫頭 還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今天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沒錯 這場生日宴 就是我為你準備的 今天 你說這場生日宴 是為我準備的 這是真的嗎 沒錯 我離開了七年 發生了太多太多 我虧欠你們也太多太多 我不指望這場生日宴 能彌補我對你所有的傷害 但是孟晚 請你開我點時間 謝謝 我一定會向你證明 我夜晴天 配得上你蘇孟晚老公的身份 不對 這場生日宴 是晴天戰神給他夫人準備的 你是在騙我 我沒有騙你 這都是真的 我對著你 直到如今 我也不想隱瞞你了 我就是晴天戰神 而你 就是這場生日宴的女主角 我真的不敢相信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可是 我怎么不敢相信呢 就这个废物 他能是晴天战神 真是笑掉我大牙了哈哈 各位 看一看啊 这许的越来越多 混进战神夫人的生日宴 还敢谎称自己是晴天战神 你不相信是吧 好 那我证明给你看 总统府 林雪到 总统府林雪拜见战神 向总统命令特备国礼一份 还请战神夫人笑纳 收拾吧 谢谢 战神夫人不客气 林秘柱 您是不是搞错了 他怎么能是晴天战神呢 闭上你的狗嘴 反对战神不敬 立准到 战神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您的家人 全部都抢过来了 爸爸生日快乐 谢谢安安 爸 妈 小姐 你们怎么来了 还不是晴天游戏 托立总 老婆去家 太过来了 去今年呀 我们现在苦日子呀 算 好 是啊 谁能想到我姐夫 是晴天战神呢 爸看走眼了 乖儿啊 你的选择是对的 尽管我凤二位时辰闹 至少 女人 真是对言 真是对 人呈不可 备 BY 外線戰神 這回知道我是誰 小人就有眼無數 冒犯的戰神 請戰神入罪 戰龍軍何在 什麼事 人家都拿你情理教授 出語即興是 戰神 戰神 饒命 饒命喊戰神 戰神饒命 深海南保石吊坠 奇才水晶熟練 這兩款飾品 乃是境外王室的無上國寶 在我心中只有你 才能配得上這兩款無價值 星天 謝謝你 你做這一切 太令我感動了 傻丫頭 今天你是女主角 掉眼淚就不好看了 媽媽最美了 蛋糕車上音樂起 星天 我不是在做夢吧 當然不是 這都是真的 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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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現在懷有身孕 來快點快點謝 拜託 你也太謹慎了吧 這才一個月 謹慎點好啊 快歇著 我呢現在去準備給你做飯 不行 我想去公司 我想工作 你的工作我已經派人幫你做了 你現在唯一的工作呢 就是好好休息 平平安安順順利利的 把寶寶生下來 正要這樣下去 我遲早都得瘋了 瞎胡說什麼呢 快歇著啊 不許動 姐夫 好有你一封信 今天啊 怎麼了 孟晚 我可能要離開一些人走 沒事啊 你要忙就去忙唄 我反正也沒什麼事 這一走 不知道要多久 什麼意思 郭主來信 急著我如地驚 恐怕有大事發生 孟晚 他還是沒有來 戰神 戰機已到是否登記 走吧 真的 孟晚 今天 真的就要這樣無聲無息的離開嗎 孟晚 我 今天 我蘇孟晚 不是那種會把自己的男人留在身邊的你 蛇小家為大家的道理 我還是懂 你不僅 是我蘇孟晚的男人 更是大夏的晴天戰神 大夏需要你 邊疆需要你 孟晚 謝謝 今天 我蘇孟晚 在此搖起眾aria 和我父親 早日堪拳 眾將士聽令 侍我出勝 杀杀杀杀杀杀